大家好,周三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人投票通过了一项决定 对美国总统拜登展开正式弹劾调查 这次弹劾调查将针对包括拜登是否利用政策从其儿子亨特拜登和其家庭成员国外商业交易中不当获利 拜登发声明回应说该调查是毫无根据的政治噱头 据悉,这次弹劾调查将针对包括拜登是否利用政策从其儿子亨特拜登 家庭成员的国外商业交易中不当获利 路透社报道,美国众议院周三投票正式授权对拜登进行弹劾调查 共和党人支持这项调查,尽管他们没有找到拜登不当行为的证据 美国众议院221票同意,212票反对 表决通过对拜登启动弹劾调查 调查的内容是拜登是否从他53岁的儿子亨特拜登的外国商业交易中不当获利 白宫表示,众议院的这项行动是对拜登及其家族的不实抹黑 称其没有事实依据,而且是出于政治动机 拜登正在准备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预计将再次与前总统特朗普交手 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两次被弹劾的总统 目前正在被即将来临的第四项刑事审判做准备 弹劾调查几乎肯定无法迫使拜登下台 即便众议院投票弹劾拜登,参议院也必须有三分之二的票数通过 拜登在民主党同僚以51比49占多数参议院 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这可能有助于共和党人在2024年大选的大部分时间里 强调他们对拜登家族腐败的指控 授权可能会给共和党更多的法律权利 迫使拜登政府合作 民主党抨击此举是缺乏合法性 众议院共和党声明称 在拜登2009年至17年担任奥巴马总统副总统期间 拜登及其家族成员从其他行为中获利 共和党人将重点放在他儿子 在此之间在乌克兰和中国企业商业上的活动 共和党出示的证据表明 拜登当时向企业提供了出入副总统办公室的机会 但无法证实拜登采取任何官方行动 帮助这些企业从中获利 投票结束以后 拜登在声明中谴责了共和党 没有按照他的要求为他国内优先事项采取行动 也没有为乌克兰和以色列提供紧急资金 拜登说众议院共和党人没有加入我的行列 那么他们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帮助改善美国人的生活 而是专注用谎言攻击我 他们没有做好需要做的紧急工作 而是选择把时间浪费在这种毫无根据的政治噱头上 就连国会共和党人都承认 这种噱头没有实施依据 周一早些时候 亨特拜登拒绝众议院监督委员会 要求他做闭门作证传票 他说他只会在公开场合作证 因为他担心自己的话被歪曲 亨特拜登说 没有证据支持有关我父亲在经济上参与我的生意的指控 因为这种情况没有发生 美国的政客新闻网周三 援引三位了解特朗普想法的人士套路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考虑一项 让朝鲜保留核武器的计划 并向金正恩政权提供经济奖励 以停止制造新的核弹 此举也标志着 特朗普与过去在这一问题上的美国官方立场大相僵庭 并转向迁就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特朗普在任期间与金正恩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友好关系 今晚美国两党基本上都对说服朝鲜放弃核武库感到绝望 但美国官方政策一直呼吁实现对朝鲜的无核化 然而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中获胜 如果特朗普在大选中获胜 他可能甚至准备放弃说服金正恩拆图朝鲜核武器的尝试 之前是说特朗普的动机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避免在他认为徒劳的军备谈判上浪费时间 而是专注于中国竞争更大事用 其中之前是说特朗普非常愿意与朝鲜达成协议 他知道他想要达成协议 什么类型的交易 他认为还没有考虑这一点 特朗普正考虑的想法之一是 又使朝鲜冻结及核计划 并停止开发新武器 以换取解除经济制裁和其他形式的援助 还需要建立核查机制 以确保朝鲜信守诺言 报道指特朗普仍有可能将无核化作为长期目标 但如果与朝鲜达成近期协议没有明确说明这一点 那将与美国的标准对朝政策背道而止 美国两党的前几届政府都曾试图暂停朝鲜的核武研发 目的是最终说服朝鲜放弃核武器 从而摆脱其国际建民地位 前一届美国政府向朝鲜提供了从粮食援助 制裁减免到燃料油等各种鼓励措施 旨在实现暂停发展核计划 但在以往的所有案例中 美国历届政府都强调停止制造核武器 是朝鲜全面无核化方向迈出的临时一步 特朗普任内对朝政策是完全可核查 不可逆转的无核化 而他最初的态度也非常强硬 曾一度考虑向朝鲜投掷核武器 并使核武器使用的责任归咎于其他国家 那么多次私人接触后 特朗普称他和金正恩坠入爱河 互通信件保持良好关系 但这一善意并没有转化为协议 除了暂时停止导弹的施射 朝鲜核计划自然以后继续推进 报道是如果特朗普态度软化 那可能会使韩国和日本等盟国感到不安 也会使他们自己党内倾向于对平壤 采取强硬态度成员感到不安 这还会让这位前总统受到虚伪的批评 因为他一直批评奥巴马 以缓解伊朗的经济困境 来换取德黑兰 扭转向首枚核武器迈进的步伐 担任总统期间的特朗普让美国退出了奥巴马的伊核协议 那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否认他以任何方式改变了对朝立场 其发言人史蒂文章 他说这些消息人士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也不代表特朗普总统以及他的竞选团队 韩联社的报道 如果推动这些想法可能会引起首尔的摩擦 因为韩国长期来一直在寻求朝鲜完全无可化 同时寻求美国提供可靠的核威慑力量 2017年至2021年 特朗普寻求与朝鲜领导人进行外交 这导致了他与金川进行了三次面对面的 那么13号韩国的国防部表示 韩国的国防部长在与八个国家常驻北约代表会面时 表示首尔打算深化与北约的全面合作 韩国的光部在声明中说 光部长指出北约盟国对欧洲地区在内的和平与全球安全 做出决定性贡献 他将深化韩国与北约之间的合作 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朱利安史密斯 以及英国丹麦意大利荷兰波兰捷克罗马尼亚代表 出席了13号在首尔举行的会晤 他们讨论了朝鲜半岛和欧洲的安全局势 以及韩国和北约合作方式 2023年7月11号 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峰会上 韩国和北约宣布就为期三年的 韩国北约个别针对性伙伴计划达成协议 计划包括11个合作领域 文件规定定期举行工作和高层会议 以及韩国参与北约内部进行的最新技术 网络防御混合战争领域的讨论 那现在来看美国总统拜登和特朗普 他对朝的态度会发生变化 根本目的是针对中 也就是说2024年大选会改变美国对盟友的态度 如果川普上台的话 又回到过去那种孤立状态 就对北约的态度 对韩国的态度 对日本的态度都会变化 反而会拉拢向俄罗斯向朝鲜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从川普现在的想法来看 拉拢俄罗斯和朝鲜 这样会减少自己在对付中国的问题上 消耗自己的国力 将拿出更多的实力来对付中国 而拜登现在是希望联合着盟友 但是联合盟友要有代价 就是你必须为盟友的问题去买单 这个买单也会消耗美国的国力 包括处理 包括以色列问题 包括处理欧洲 伊朗以及俄罗斯的问题 这样的话会在欧洲 包括在朝鲜半岛消耗自己的实力 而没有更多的能力来应对中国 所以拉拢盟友自己要买单 不拉拢盟友远离盟友 单独对付中国 未来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就是一两种 但我个人觉得 现在来看拜登 他当选的话实际上对中国反而更有利 因为特朗普他实际上 他没有盟友的话 就一个人 包括像一个集团 如果这个人或者集团 他单打独斗的话 他不受外界干扰 他做出很多行为是不能预判的 就未来美国 特朗普上台以后对中国采取很多行为 中国是不能预判的 这样实际上对中国不利 就一种不可预测性 而如果拜登 因为他介入到自己盟友 包括什么韩国 欧洲 包括和俄罗斯和北约 这种对抗 那这样美国的很多行为是可以预判的 这样实际上中国对待美国的很多政策 它有个连续性 所以特朗普上来以后会对中美关系造成巨大破坏 那特朗普呢 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他是无法预判的 很多行为你根本无法判断 这也是就是中国和美国很多关键性的决定 都是由共和党上台以后 你包括中美破兵 尼克松访华 你看都是共和党 包括共和党的一个小布什 老布什 对中国你看看 所以你看共和党对中国的很多行为是不可预判的 但是改变了很多历史 突然 但民主党 他和这个很多盟友的配合 他会延续很多政策 中国呢就有什么 就有反应时间 所以总体上看 我觉得中国和民主党和拜登 未来在2024年大选上 我觉得中国会和拜登进行合作 也就是拜登家族这个丑闻 现在实际上你可以看美国的共和党起诉拜登 主要是打他的这个家族丑闻 但没有直接证据 直接证据在谁 在中国手里面 但习近平和拜登这种特殊关系 你可以看到 拜登求见习近平 为什么 就知道自己把柄在习近平手里 所以中国现在我看和拜登很有可能会合作2024 也就是共和党想要重新夺回2024 重新执政会非常困难 所以现在来看民主党 他对俄罗斯 对欧洲 这种政策延续 是大概率事件 那也就是说 未来中国和美国这种特殊的关系 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 还要持续4年 那4年以后 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和现在也是不一样 如果特朗普上任的话 那么中国就要重新调整了 你看特朗普上了以后 对中国的很多态度是非常凶猛的 最后要讲 共和党上台对中国最大的威胁就是台问题 因为共和党可能会武装台湾 而且在台问题上 共和党会更加极端 会比民主党更极端 那会刺激中国 你就逼中国动手 逼中国动手 实际上会造成台海的紧张 那么实际上就是武统 所以实际上 共和党上台 中国武统 这个概率更大 所以你可以看 实际上共和党真的会改变中国的历史 真的会改变历史 共和党是一个改变历史的政党 但是你看现在的发展来看 对中国最有利的还是台海能够和平 但是中国绝不放弃武力统一台湾 要做好武统的准备 就美国一旦打出台湾牌 中国有实力收复 这样才能保证台和平 而共和党上台以后 我个人判断像川普这种性格 他一定不会养着台湾 一定把台湾当成工具 要把这张牌打出去 那这个时候台海 整个的地缘政治环境 包括整个的周边的政治的生态都会变化 中国要做好武统的准备 还要看2024美国大选 我个人我之前说过 实际上我是支持民主党获胜的 民主党获胜的话 中国和美国现在这种特殊的关系 至少这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能够维持 而不直接变成直接的冲突对抗 直接演变成战争 共和党上来对中国非常危险 所以我还是支持拜登 支持民主党获胜